2015年最新的GDP数据虽然符合政府的目标 但是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阳 对未来的经济情况仍然表示担忧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 今年可能会进一步的放缓 未来核心还是去产能 需要更多的宽松政策支持 我觉得前期的货币政策的宽松 包括我们的降准降息 对经济的正面的反应 已经在四季度有所体现 但是如果我们期待说是货币宽松 能够导致经济增速有所反弹 或者说我们的投资开始加快 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较大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经济当中的最大的问题 还是一个产能过剩 还有房地产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过剩 所以未来的核心主题 可能还是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列出来的 这个三趋一降一步 我们现在判断在财政方面的话 2016年我们的一个预测 财政赤字率可能会扩大到 3%左右的GDP 在这个宽松力度下面的话 我们觉得GDP的增速 可能会降到政府的目标以下 如果说政府是要确定 保障这个GDP增速目标的话 那么可能需要更大的宽松力度 直到最终就取决于政府 如何做一个取舍 好的 谢谢